歡迎觀看運動會 今天在導致電競場真是開幕 國雄頂齊的運動選手也能來到現場 今天開始為期三天的比賽 總體大家帶來各種精彩的賽事 用比賽增加主心的運動經驗 關乎也希望所有選手 可以有好的表現創作價值 期待在明年全國中頂運動會 可以站下經濟中央 勞結的拍過表演以期中國武術 為今日的婚姻館運動會 帶來兩中的規模 來自國雄頂齊運動員代表也都混混入場 為期三天的比賽也將為大家帶來 各種精彩的賽事 那這一次呢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各鄉鎮也都極力的參加 那當然我們所有運動選手 雖然在這裡這三天 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們平常是 發揮很多的心力跟體力來訓練 那流了很多的汗水 而且在這麼炎熱的天氣當中 我想他們是非常辛苦 但是我相信很多選手 都希望在這個運動場上 展現他們最好的成績 那也希望這個是我們在 明年全中運的一個卵身賽 那這個卵身賽當中 我們會發掘很多的這些人才 那希望我們明年的全中運 我們是地主隊 那也希望拿到更好的成績 婚姻館在一百零九年 全國中頂運動會有到很好的心晉 總共提下十四名的金牌 以美年全國中頂運動會 也將在婚姻館來基盤 因此也希望 透過一次的比賽 來培養選手的能力 期待美年可以更加進步 一百零九年全中運 我們拿下了十四金 十三銀二十八筒 那我們期許 明年的全中運在雲林縣舉辦 我們期許拿到二十面金牌以上 甚至三十面以上 那我們在全中運拿到了 十四面金牌當中 我們分析 我們其中田徑 我們田徑跟木球拿到了五面金牌 那軟式網球拿到了兩面 海拳道跟舉重更拿到一面 那未來我們還有很多的奪牌機會 那希望我們藉著今天的 今天的比賽當中 我們選拔更多的人才 19的金牌行動 總共兩千八百萬的選手參加 這次國務會也將來選出 明年代表婚禮館參賽的比賽選手 記得大家 都能夠來提出最好的表現 這個全線運動會 我們總共有十九個競賽項目 那這個最主要的都是 全國運動會的各種單項的一個競賽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全線運動會 來選拔我們線內優秀的選手 那就給明年度一百一十年 要代表線內參賽的選手 有一個非常好的競賽的 這樣的一個場地 讓他們有一個非常好的表現舞台 十四號 十五號 十六號 為期三天的體育競賽行動 都將在倒立電競場來進行 稍微的市民上到 入政優告四季的賽事 民眾代表不機會 共當來幫選出加油 記者講義 創佈董